千欢万唤似出来 大家为何最初会见到 不时片头的片头 原因很简单 历来很多观众都会问 自从疫情过去之后 为何我们还未见到网罪 这个问题终于有网罪 是一个很深的问题 因为后面牵涉到大家有没有空 大家有没有空 你有空我没有空 你我有空你没有空 还要找地方 结果现在我们找到日子 亦都找到地方 所以在此需要和大家公布 日子是2023年5月26日 即是网罪 这个日子我们经过了一定考虑 原因是大家会不会有空 要出面Family Day 似乎那天会比较容易唱谈 那天是星期五 地点是哪里呢 就是姚半东的私房菜 具体地点是官藏兴业街明生工业大厦八楼 大家不需要太紧张 我们是有位同事专门负责登记的 就是电话号是92672622 打给这位同事便可以了 大家不要当他24才是异线 他也要睡觉 不然会令他晚上 我想他不会听 最好就是正常办公时间 或者办公时间以外 就麻烦你去PM 对你收信息 我想PM可能更好一些 不容易搞到人家 有些问题是他要直接问的 这样是比较放心的 例如多少钱 多少钱现在未确实 但一定是好东西 大家会觉得稍为贵一点 但我觉得跟陈智凡博士 和其他节目主持人是值得的 还有东哥私房菜是给足料的 给足料的 对的 一定是没有偷控搞料的 我们相信大概是七百多元左右 大家就自己决定如何 我再提一次 因为我们现在也想着 因为疫情 限制没有太大 所以我们会多搞一些 所以大家如果今次向遇的话 就不用太担心 我也希望未来不要借一场 多一些机会和大家接触 人数的上限是40人 因为地方本身再放多一些 他们没有位置错 我估计大概三位左右 当晚除了我和陈智凡博士之外 应该有其他节目主持人 例如今次有阿Kat 例如青海神秘学的Lawrence 如果她有空间 还有神秘嘉宾 神秘嘉宾是谁呢 既然是神秘 那就不告诉你 另外有抽奖 抽奖是很遗憾的 但这件事本身是我的错误 因为当时陈智凡博士 去了英国伦敦时 带了一个 斯芬·河庆的金币 不是金币 而是康山 这是5年前的 5年前的 5年前的 那时斯芬·河庆还未死 那时斯芬·河庆 他就叫我 找机会送出去 我计算了一条很刁钻的情况 就是我想了一条问题 应该答到可以拿这个奖 结果我想不到这条问题 是 结果最近我搬了时才找到这条问题 幸好你找得回 我觉得如果和大家有互动 就尽量找到一些东西 给大家抽一下 即是过晚有抽奖的 可能这是头奖吧 不是 这是安慰奖 安慰奖 那台长就赶紧一口 这是一个惩罚 当然再想想 当然尽量找一些有心思的东西 你可否送一本书 送一本书 要我临时写一本书来送 你不要这么说 例如斯芬·河庆的时间选试 那类的 或者是为观众而选试 上面加上我和台长的签名 要纯印就另外加钱 总之那晚大家很开心 因为见过这些浪漫主持人 我们整几年都没有办过这些活动 所以大家如果想参加 可以尽快打电话给92672622的 梁锦祥工作室的工人员 有什么疑问 我们下次再回答大家 好 欢迎订阅一个话 好消息是什麽呢?就是Richard Feynman 的 Lecture on Physics 就在網上現在可以看到了 所以大家就不用怕以後是途术局不借不到 或者不給借 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消息來的 另外就是在英國就出現了一個都很轟動的消息 就是現在我們有多少個父母呢?我們有三個父母 這個說法是對的嗎? 這個就好看你是因爲是經過什麽的手術 我們不是說純粹是倫理上怎樣三個父母 而是真的說是由那個遺傳基因上 竟然是有三個家長是可以的 而不是一種意外來的 而是由一個可以說一個治療的結果 我會說是 是的 那個家長的定義我也都相信要改一點點了 但是什麽導致到現在出現這個情況 而所用的基因的技術是怎麽樣呢? 那如果你說最傳統來說就是精子卵子結合 爸爸和媽媽兩者的DNA去混合 那在以往我們都聽過一些很特別的情況 譬如說一個使館嬰兒 爸爸媽媽她的精子卵子結合了之後 如果她把她那個受精卵 放進去另外一個女性那裡的母體那裡去孕育出來呢? 那其實最後都發覺在那個嬰兒身上呢 是有了那個生母 還有本身親生父母的DNA在那裡 那但是這個就 就是你可以說那個比例上是怎樣的 那你可以去爭論了 還有存在在哪一個位置那裡 那但是呢 今個星期呢 其實是都出了一宗幾轟動的消息的 那轟動到一個地步就是我們最喜歡看的傳統的自然的期刊 甚至乎是美國的Scientific American 就是那個科學人的雜誌 都用一個頭版標題來去報導這次英國的這個實驗 那它的內容是什麼呢? 那其實就講到呢 有一對夫妻 那它尤其是是媽媽那邊呢 它就有一個先天的基因上的遺傳病 那那個基因遺傳病出現在什麼問題那裡呢? 就不是出現在它本身的核酸DNA那裡 而是出現在本身的一個粒線體DNA那裡 那就是這裡要搞清楚了 那譬如說我們人的一個細胞呢 除了有一個叫核酸DNA 就是來去反映我們自己的遺傳資訊之外呢 其實在這個細胞核以外的一個粒線體的地帶呢 也都有它一個屬於叫粒線體的DNA 那這個完全是生命演化出來的一個很獨特的結果來的 那在以往我們的科學生知 我們什麼時候提到特別多這個粒線體DNA呢? 就是講到那些跟尼安德塔人 現代智人考古的那些東西 就是在整個人類生命演化的序列來講呢 那個粒線體DNA就變得很慢的 那它就成為一個可以幫我們量一下 一個物種和一個物種之間的基因距離 一個量化工具來的 然後我們身體那些很微細的特徵呢 就會藏在我們那個叫核酸DNA裡面 那現在呢 就是問題就是說 那對夫婦 那在它們結合了 就是精子卵子結合了之後 出來那個粒線體DNA是有問題的 那成為了一種先天疾病的 那那種先天疾病呢 就會令到孕育出來的下一代呢 在腦的發育和心臟發育呢 會出一些 就是醫治不了的問題 因為這個問題本身就由那個 粒線體遺傳基因資訊的變異那裡 是帶了出來的 那 好了 有什麼方法去解決呢 那現在呢 就是這次在英國的這個實驗那裡 應該它那個實驗就在紐卡蘇那裡做的 紐卡蘇 它那個叫紐卡蘇Fertility Center 就是在這裡就去進行的 那裡面它做的事情就是什麼呢 它要找一個第三者媽媽來的 一個女性來的 捐她的卵子出來 然後呢 在她的卵子裡面呢 就是她就要將她的 那些的 本身那個 核酸DNA那部分的資料呢 全部是拿走了 然後呢 你就可以放回一些 是由另外 就是本身你想幫的那對夫婦 他們那一堆的遺傳資訊呢 放回去 那現在你知道就是說 因為呢 本身 那個 那對夫婦 媽媽那邊 那些粒酸DNA出問題 所以就要問第三者 去借這個粒酸DNA 那所以就將一些 要找一個健康的女性 她就將她的 粒酸DNA留住 但是其他部分拿走 就填回那個受助者夫婦 那些遺傳資訊下去 來去孕育下一代 那就是希望呢 這樣孕育出來 就是這個受精論 孕育出來的下一代呢 就不會再有 那些這樣的基因的問題了 那 就是這個 這一種這樣的療法呢 其實是在2015年呢 就英國就開放審批了 但是說到現在才來去做 那 中間是經歷過一個 都幾仔細 很詳細的一個審核 就是什麼人可以去做這件事 那 就不希望是會出到其他 就是 就是 古怪的效果出來 那 所以等到今時今日呢 我們才看到呢 就是有個case就公佈 就是說呢 去正式去做這一種 就是 換一個 正常人的粒腺體DNA 來醫治這個粒腺體DNA 變異的先天疾病的一個這樣的手術 嗯 那這裡有好幾個問題 不過我需要提一提呢 就是這種這樣的治療方法 叫 簡稱MRT 我們用廣東的翻譯 就是粒腺體替代治療法 嗯 那後面呢 我相信呢 他們去 合法化的那個過程呢 有相當之多的不同範疇的討論 其中一個我猜是有折衛的討論 就是一個道德上的這件事是成不成立 那要以他們英國的做法呢 他們要找一些哲學家去研究這個問題 其中一個 就是其中一個哲學討論點是什麼呢 因為一牽涉到粒腺體DNA 其實就是 因為是這樣的 哪個人是你媽媽呢 其實就是基本上你其中一種 其中一個資訊就是 你完全繼承了他的粒腺體DNA 就是粒腺體DNA 這個東西是由母系那裡 一直代代相傳下去的 所以如果在下一代的DNA裡面 他核酸DNA是他 就是 他自己以後一路生活 就是同一齊生活的 來自媽媽 但是他的粒腺體DNA 是來自一個他沒見過的 都是親生媽媽 都可以說是 所以一去到粒腺體DNA 由於他的性質的關係 就是他出來的道德哲學討論 是會更加尖銳的問題 可以說是比較複雜 但是對於那個當事人來說 我想他們就想很簡單 就是那個小孩怎麼過 未來一個健康一點的生活 但是實際上現在他們不知道 他們這篇文章有提到一個問題 就是他們很想很快知道 究竟完成了之後 產生了什麼效果 好還是不好 但是如果你從一個順科學的問題 這個角度就是說 現在這個過程本身 這個生有過程本身 其實是可以模式的 就是有很多不同的積目在後面 我們看到一塊東西 我們最初以為 兩個人一男一女 就是一個提供什麼 一個人就這麼簡單 原來在裡面可以把東西拆開 其中現在可以拆開 就是那個粒腺體可以拆開 那究竟粒腺體 對我們那個遺傳的資訊 有一個什麼重要的角色 這麼說 如果你說純粹我們身體的表徵 我們大部分的遺傳病 基本上由那個核酸DNA來決定 粒腺體DNA本身它直接參與的過程 是比較間接的 首先大家都要很簡單地知道 那個粒腺體DNA本身的運作 是負責什麼功能 它其實就是一個細胞的發電廠來的 那就是 為什麼 在很初代的生命的演化裡面 一些普通的細胞 原本它沒有粒腺體DNA 但是它後來變成有呢 就是它發覺 它和這些 單獨存在的粒腺體生命體 它們結合了之後 有一個互利共生的關係 就是那個粒腺體DNA 就變成了一個受保護的結構 有外來的 供給的營養 就不用自己賺吃賺得那麼辛苦 但是呢 粒腺體DNA 就是粒腺體自己本身就是一個 很有效的 幫助你們去進行新陳代謝的一個發電機 那所以就是它對於那個 就是它對於那個 就是引育生命 維持生命平衡的過程 是有一個 就是很 一個 加持了整個穩定性的作用的 那好吧 如果一個細胞裡面 它的發電廠出了問題 那如果純粹由這個比喻到 你很容易想像到會有問題出來的 就是在它整個生命的演化裡面 不是演化 是孕育的時候 一路去越來越複雜的時候 我一路都處一個 不夠能量去砌東西的狀態 就是我用一個最粗疏的比喻就是這樣 一個缺乏能量 從新陳代謝 用不足缺乏能量供應的一種狀態來生長 那什麼都生得不好 那所以 為什麼就會說 又會引伸到會出現一些心臟 和這個腦部發育的問題呢 就是 大約你可以理解那個間接的因果關係 就是這樣去來的 就是它不會決定到你 這裡生是圓還是尖的 但是就是因為它本身那個 就是產生供應能量的功能不足 就令到你之後整個生命體人肉出了問題 那現在最麻煩的位置就是這裡 我用一個比喻就是你的電池不夠 那你經常可能是借少許 或者你各樣的這些metabolism 就是生成代者就慢了 但是我可以反過來想的 如果有這個情況 會不會有這個優質的粒線體呢 那將來我不是病的問題 我純粹要一個好一些的 我再加這個東西下去呢 就是你說優質到幾個 我不會睡覺 我就沒有這樣的知識去說 有哪些叫A-grade的粒線體 會不會是直接令到你整個人 是energetic一些的 這個我不知道 但是主要決定一個人本身去做 它的特徵都是回到它的核酸DNA那裡 那現在大家就希望借助著一個新的母體 它本身的粒線體DNA 就令到原本的受助者夫婦 就是去引育出來的下一代 不再有 就是不會要它說有超級那麼厲害 但是起碼就不會再有一個 不是那麼有效的粒線體DNA 引伸出來的那個發育問題 那純粹是想一個治療的作用 那這裡我想就產生了兩個結論 其一就是 這個遺傳學那邊已經 找到是哪些疾病 在哪一個源頭的DNA 或者粒線體裡面出來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 那個第三方 那個女士怎樣捐這個粒線體出來的 是不是抽個卵子還是怎樣 其實純粹就是拿個卵子的 當然爸爸的精子就不會和這位捐助者的卵子直接結合的了 你可以想像這個卵子裡面有一部分 它有它的粒線體的資訊在那裡 但是另外一部分就是由那個捐贈 就是由那個捐贈者自己本身的那些 那些遺傳資訊的成份 有一套這樣的資料在那裡 但是就要將那一套拿走下去 那一套最後就會決定出來 就是如果你將一個捐贈者的一個卵子 就是你將一個捐贈者的一個卵子 就是如果你將一個捐贈者的一個卵子 跟那個受助者的精子結合這樣變 你其實基本上就換了個媽媽 其實就只不過是 那現在就是很希望就是說 就是盡量將那個受助者 那對夫婦的基因資訊 要的應該要留下的就留下了 唯獨是誰不想要的 就是他們自己本身那套的粒線體DNA 就不要就拿了別人那套進來 就是你可以說是真的拿了別人的積木進來 去砌進來 那是這樣的意思 一部分 我估計那個捐贈者 沒有任何法律上的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所謂的 可以對這個 未來這個小孩 這個小孩有的 我想就是最後 就整個法律條文 要寫得滴水不漏的了 就是大家一定是想這個問題 就是剛才都講過 基本上 因為這個粒線體DNA 是其中一個決定 誰是你親生媽媽的一個基因工具 其實本身就是 但是現在這個粒線體DNA 是由另外一個人捐出來的時候 就是在最後寫出來的條文就是 就是說那個捐籃那個人 有沒有權去claim回自己的身份 我想要在那裡就要搞得清清楚楚的了 一次過就是要 就是其實我覺得這個情形有一點像 當你決定去捐貞的時候 或者捐籃的時候 就算你將來遇到那個人 你認得好像你知道是由你那顆籃 或者是你那些貞出來的後一代 你都不可以認回去 就是其實我想那個 要參考一些這樣的情況 就是一捐出去就沒有回頭 這樣 那我們去看回顧的歷史 我們今天說 我們這個所有的人類從非洲 就是現在的現代智人類從非洲出來 是不是我們憑那個粒線體去界定這個樣子 其實是的 比如說我們現代智人 和那個尼安德塔人 究竟在那個生命樹上面 那種演化距離差多遠呢 基本上就由那個粒線體DNA去量度 因為的確我們看到 現代智人上面的 就是以萬對的這些粒線體DNA的遺傳資訊 就是一個粒線體DNA上面 基本上就有 五萬個單元的遺傳資訊 就是幾萬個單元的遺傳資訊在上面 然後你會看到 跟你越近的物種 那個差異會越少 那基本上就由那個粒線體DNA可以看出來的 那我就 就是這裡又要提一提 這個實驗 那暫時就是一個你做了的階段 但是出來成不成功呢 其實你要一個很長時間的追蹤 就是看一下那個小朋友出來之後 他的問題大不大 就是 甚至乎就是 其中大家都還會憂慮的 那個手術做得夠不夠乾淨呢 你說就說 就是現在你的畫面上面 就好像很清楚的 一條管把那些東西抽走 把它放回去這樣 一個這樣的示意圖 會不會有機會 有些東西是做得不乾淨 不乾淨的意思就是說 我明明想把那個原有 有遺傳病的粒線體DNA是不要的 會不會不會不過意拆到一些呢? 不是整套拿出來 但是不過意拆到一些 不過意拆到一些的時候 放在身上的時候 會不會有一些我們想不到的商戶作用 令到一些不好的東西 繼續carry over 繼續流傳下去 令到白做呢? 那暫時未知的 現在暫時 還有這一種這樣的實驗 就是你會發覺 那個性質都幾次那種 就是去到一個受精卵那個scale的實驗 你會發覺都是幾次那些複製羊 那類這樣的實驗 就是那些東西乾不乾淨 那你複製羊實驗就是 基本上有些缺損 有些東西做得不漂亮的 令到出來的複製羊的下一代 就已經不可以生存得久了 那會不會這些情況 又會繼續出現在這次這個實驗裡面呢? 那這裏就要細心觀察了 我有一個很經典的呼喚片 就講述到剛才你的問題 就是Jeff Goldblum 那時候其實那裡也是第二次拍的 就是說他有一部機器 他可以自己將那個DNA轉變 變得很厲害的嘛 但是那個門口那裡漏了個縫 飛了去的複製羊進來 飛了去就加了自己的複製羊進去 這個在科學上就不成立的 但是就可以作為這個 這次講這件事的一個比喻 好了 這一節就結束了 我們下一節再回來 來吧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良感祥工作室節目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良感祥工作室節目